千万不要去触碰对方的隐私 假如觉得你们联系比较好 然后就去触碰对方的隐私的话 很简单让你们的爱情发 做蜕变许多异性朋友之 坚往来就是觉得自己那是对方的最密切的人 所以对方什么工作都要干预 可是无意之中却让他们 两个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的杂乱婴儿呢 异性之间这几件工作要留意一下 别简单触碰这些当第一 对方的存款金钱这个东西 在每个人的眼中都是一件十分私密的工作 都不想让他人知道 不论你们之间爱情多么好 除非是一些亲人之间 他愿意通知之外 其他人别想从他口中得知他赢 琴卡的真实金额可是 有一些人就是这个样子 底子不喜爱触碰他人的一些隐私 越来越不愿意通知他的东西 他越想知道金钱正本就不是能够宣传的 假如你触碰了对方的存款 那么你们之间的联系狠有可能会由于金钱问题而发作一些改变 比如说你用钱的十分想要问他借钱 并且你明明知道他的存款有多少 可是假如他给你的钱数目比较少的话 那么你心里边必定比较不高兴 觉得对方已然有那么多钱 可是能舍不得给你在心里边也会不爽快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联系呢 也就发作了很大的改变 2 别去触碰对方的爱情 不论你们之间爱情多好 不要去干预对方的爱情 特别是在他在爱情上面 遇到一些悲伤事的时分 往往是你越安慰爱情越乱 由于女人在悲伤的时分呢 是最简单做出一些冲动 是的他会觉得你居然比他男朋友对他还好 很有可能会对他发生好感 可是你对他呢 却偏偏没有那个意思 因而不论怎么样不要去 触碰对方的爱情有些异性闺蜜之间 在一方的爱情出现问题的时分 另一方面总是喜爱为对方出谋划策 或者说是干预对方的爱情 可是没有想到 这段爱情由于他的干预 反而变得越来越乱 从前见过一个女孩 跟自己的男朋友联系是比较好的 可是让他的男朋友不能承受的一点就是这个女孩 还有一个男闺蜜 甚至在女孩的心目中 男闺蜜的方位跟男朋友的方位是相同重要的 男朋友十分的吃醋 经常用这些工作来跟女孩吵架 可是他的男闺蜜知道这件工作之后 不止不避险 反而有意找他男朋友的费事 所以三个人之间的联系 也是十分的杂乱 因而在异性共处的过程中 期望能够记住一个准则 那就是他人的爱情之事 你不要去碰朋友之间互相帮助是能够的 可是必定要有自己的准则 三对方的家事在异性共处的过程中 不论你们之间联系有多好 对方的家事 你不要去触碰 每个人家里边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你底子不清楚他们家里边发做了什么工作 所以你也插不上嘴许多 十分是在帮到忙罢了 每个人日子的家庭不相同 你也没有方法设身处地的体会他的感触 比如说 有些人家庭是重组家庭 那么自然而然的就会遇到一些比普通家庭更加杂乱的问题 在面对这些工作的时分 那么他很简单就会钻牛角尖 可是由于你不了解实情的状况 到底是怎么样的 可能会给他提一些过错的建议 让他的家庭矛盾重重 所以呢 关于对方的家事的话 你的情趣是多倾听 少责备不要去批判任何人的不是 这才是你该有的一些结 交织到在异性往来的过程中 不论你们之间联系有多好 不要去触碰对方的这些当地 爱情很有可能会改变